173 M730 中國飛機租任業務模式 2015年7月22日Tinvest Day 38審計密 Times Cyber Terminal有報導指中國飛機租任1848 夏青CALC CEO潘浩文卷入南航貪污案而被放假 消息傳出後CALC 上月申請停牌 翌日復牌前公布潘先生此任消息 CEO 由直陳爽接任 並澄清傳言指公司與南航交易無任何違法行為 究竟CALC 的業務是如何經營的 CALC 從事飛機租任業務 其經營模式較特別 收入主要來自融資租任和經營租任 以2014年為例 兩者收入比重分佔62%和16% 兩者有何分別? 於會計角度而言 分別在於飛機資產風險和回報歸稅 融資租任F&AWINCEO 業務時 CALC 向飛機製造商買航空公司已選定的飛機 再將飛機出租給航空公司 計算後才確認為收入 情況象公車匯 以分期付款賣車 汽車歸我們所有 由CALC 將金融機構半提供資金 飛機所有權包括風險及回報街 CALC 顧飛機計入 CALC 資產負債表 租任所賺租金是為收入 情況與收租股相似 於去年以此方式交付的飛機新增易的 相關收入增25.3%至1.82億元 CALC 另一可觀收入為變現租任應收款項收益 於2014年佔收益約10% 其實是CALC 將融資租任應收款項受益 於2013年相關收入5710萬元 涉一架飛機租任應收款項 至2014年該收入大升95.3%至1.12億元 因有四架飛機租任應收款出售 此外,2014年所修政府津貼大動期收入增長 金額有2013年的550萬元競升23倍至1.34億元 惡年報披露 津貼來自天津東京保稅港區管理委員會 是中國政府支持飛機租任行業發展的優惠 值得一提CALC 業務需求飛機 負債相當大 2014年底負債比率即借泰兌資產總值高達87% 即在每億百元資產中,87元是借泰獲得 於2014年,銀行及長期借泰升38%至159.85億元 利息開支增57.8%至5.21億元 但CALC的EBITDA 除息稅折救和攤銷前日利,增64.2%至9.72億元 同期利息覆蓋率1.87倍,較2013年的1.8倍為高 顯示其有足夠盈利支付利息外,也反映盈利能力續提升 需留意CALC資產負債表沒有將資產和負債區分為流動和非流動 僅在財務部表付著中情列 截至2014年12月底,流動負債增67.3%至51.37億元 但流動資產只升15.2%至18.99億元 令流動負債增額大升127.8%至32.38億元 流動負債高於流動資產,難怪在付著的編制基準中 需提及財務部表形採納持續經營編制 不少分析說行業前景兩例,但想不通的為何航空公司自己不造融資購飛機 反經CALC這個中間人,融資成本起不較高 惡年報解釋,其優勢是為航空公司提供一站式飛機解決方案 包括儲置到飛機及租新飛機 更重要是,CALC不抵屬任何飛機製造商、商業銀行或航空公司 客戶在選購飛機及安排用資時不受限制 H.T.T.P. 無號相斜線Determinant2009.blarexport.hk 赤線網站文章 2015年7月22日審計密探 CyberTerminant中國飛機租任業務模式 H.T.T.P. 無號相斜線www.am730.com.hk 赤線Polimpa 或線273896. CyberTerminantWhaktere